上回书说到 诸葛亮和刘备来了一场龙中队 其中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一周显塞 我也千里天府之土 高祖因之已成地业 刘章暗若 张鲁在北 民因国父而不知存续 智能知识思的明君 这里提到的刘章就是刘燕的儿子 那么刘章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一周 刘燕又是如何得到一周的呢 我们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了 刘燕是西汉鲁公王刘昱之后裔 那是正经的汉室宗亲啊 比那个整天说 自己的是汉室宗亲的刘备含金两高太多了 汉章帝元和年间 刘昱一知戏风静灵 刘燕年轻时在周军任职 因为宗室身份而被授予郎中一职 延期三年 因老师祝田去世而离职 在阳城山讲学教授 后被推举为贤良方正 被司徒府征辟 一任洛阳县令 济州刺史 南阳进太守 宗正 太长等官 仲平五年 刘燕目睹汉林帝之下朝纲混乱 王室衰微的状况 于是就对汉林帝说 老大啊 刺史 太守行贿买官 盘博百姓 招致中判亲离 现在地方上的这些官员已经管不住了 应该挑选那些青年的朝中要员 去担任地方周军长官 借以镇守安定天下 我刘燕请求去做焦州牧 没想到啊 这汉林帝一听 这个刘燕说的真的是很有道理啊 准了 于是汉朝的周牧制就正式开始了 正是因为刘燕这个建议 更加的加快了天下诸侯割据 而且刘燕要跑到焦州 这是哪里啊 这是今天两广越南一带啊 当时属于山高皇帝员啊 刘燕是想跑到那里去躲避天下大乱 当个土皇帝啊 当时一周刺史稀茧在一周大事剧烈 贪婪成风 把一周搞得乌烟瘴气的 不久后一周刺史被乱匪杀死了 本这个时候一周出身的董福 跑过来对刘燕说了 老刘啊 你跑到焦州那种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干啥去啊 你去一周啊 正好一周刺史挂了 有空位了 而且啊 一周有天子之气啊 这董福忽悠刘燕去一周干啥呢 不是白白让他去的 因为后来他也要去啊 只不过先让刘燕去一周坐稳了 自己也要过去享福了 刘燕一听 哎呀 有天气之气啊 那我赶紧要去 于是刘燕就跟朝廷说了 老大啊 你派我去一周吧 我帮你平定叛乱 于是汉林帝就让刘燕为监军使者 一周目 被封为杨成侯 命起前往一周逮捕西剑 整齿立志 可是二刘燕来了一看 我的天啊 这一周乱得可以啊 到处都是土匪拦路啊 你要想过去分分钟 被这些土匪拿下啊 于是刘燕就先在荆州东界 这里住下来了 这个时候的一周刺史 已经被土匪刘寇给杀了 土匪刘寇的首领的名字 叫做马香 他觉得自己已经很牛了 什么刺史 太守啊 这些已经不足以证明 自己的地位了 于是干脆自称为皇帝了 但是刚称帝的几日的马香 又被一周从事贾龙组织军队击败 于是贾龙于是迎接刘燕入一周 至所定在绵竹县 刘燕上任后 任命贾龙为校尉 将他迁到绵竹居住 刘燕安抚收容逃跑反叛的人 极力实行宽容恩惠的政策 但内心别有图谋 当时一周一个宗教 因为入教的时候要教五斗米 所以被当地人称为五斗米教 当时五斗米教的教主就是张鲁了 当时张鲁的母亲也在五斗米教 而且地位很高 张鲁的母亲长相美丽 加上懂得神鬼邪说 和刘燕加油往来 这个刘燕呢就跟张鲁的母亲 搞起了不清不楚的关系了 那么爱无及乌啊 刘燕看张鲁也是越来越顺眼了 于是刘燕就任命张鲁为都一司马 与别部司马张修一起进攻汉中郡 杀了汉中太守苏顾 张鲁在汉中得失后 却杀死张修 截断交通 斩杀汉士 刘彰两家有此结怨 张鲁为啥要杀张修啊 因为张修是天师道第二代天师 手里掌握着天师道的大权啊 张鲁看见了眼馋啊 张鲁正是杀了张修以后 才接管了五斗米教 成了五斗米教的教主 张鲁为什么杀了张修 还能深得人心呢 这与张鲁的政策有关 宽大政策 如果老百姓犯错了 张鲁的做法就是让老百姓坦白 把你做的错事都说出来 就是让老百姓当着自己的亲属了 而且张鲁保证保密 不告诉别人 本来内心憋屈的老百姓有人亲属了 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心里也不读得慌了 人心里面没有包袱了 自然有的心病也就好了 心情好了 身体健康了 甚至有一些人有病了也都好了 你说 大家能不把张鲁当成天师吗 能不听张鲁的话吗 而且张鲁的这种宽大政策 跟之前天师道非常苛刻的政策相比 老百姓更喜欢张鲁啊 因为入教的时候要教五斗米 所以外界又称五斗米教信徒为米贼 刘烟则以米贼作乱阻隔交通为由 从此中断与中央朝廷的联络 那意思就是说老大 我不是不听话啊 是因为米贼作乱啊 中央朝廷的命令 无法传达到我这里了 这不就是高度自制了吗 刘烟进一步对内打击地方豪强 巩固自身势力 以周燕而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了 天下诸侯讨伐 全臣董卓之时 刘烟也拘不出兵 保州自首 刘烟当起了土皇帝了 中原大乱支的时候 南洋三府一带有数万户流民进入一州 刘烟一看 哇塞 这年头什么最宝贵啊 不就是老百姓吗 你们都过来了哈 而且有这么多人 我就把你们统统招募过来 都来给我当兵 为我刘烟服务 于是刘烟招募的这些兵 又称为东周兵 这支军力在刘彰继任后 虽然轻爆百姓并引起了不少名患 甚至有一部分参与了反叛 但是也成为平定赵伟内乱的决定性力量 出平二年 刘烟开始飘了 出行啊 都开始使用皇帝才可以使用的车架了 心里实在想当皇帝啊 经周末刘彪看不下去了 于是赶紧向朝廷报告 说刘烟图谋不轨啊 此后 刘烟称病 朝廷一看 哎呀呀 这个刘烟太不像话了 我得派个人去跟他说说 不要太得死了啊 朝廷竟然派了刘烟的儿子 刘章去了 哎呀 这是整的 让儿子去管教老爹 刘烟一看 高兴啊 来来来 儿子啊 你别回去了 留下来 我们父子共享荣华富贵啊 心平元年 刘烟的两个儿子刘烟和刘弹 想着密谋进攻长安 可是没想到啊 保密工作没有做好啊 竟然泄密了 刘烟不久被杀 刘弹一被抓获处死 刘烟的两个儿子被杀了 可是刘烟的孙子们年纪还小啊 于是庞西送刘烟的孙子们 来到一周把他们交给刘烟 可是 祸不单行啊 自己的儿子刚刚被杀 自己的治所棉竹发生大火 刘烟的城府被焚烧 所造车城也被烧得一干二净 四周的老百姓的房屋也都被烧了 刘烟干脆就把首府搬到成都去了 因为两个儿子被杀 自己的首府又起了大火 刘烟又是伤心 又是着急啊 一着急一上火 结果背上就发起了浓疮 结果没有挺过去 刘烟去世了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刘烟死了 也没有交代后事 选谁当继承人呢 我们下一次为您说